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小凡 咱们走吧 说完了 星婉清一把抓住张凡的手 并且还是失职紧扣 做事便要带着张凡往公路的方向走 在场所有人都注意到了星婉清这个动作了 在这个行为发生之前 谁都可以看得出来星婉清和张凡走得很近 其实呢 在场每一个人都怀疑过 两个人间的关系不仅仅是朋友那么简单 很可能是更进一步的男女朋友的关系 但两人一直也没有过什么太过亲密的动作 所以学租人也并不能确定 现在两人失职紧扣手牵手 已经足以证明两人间的关系 普通朋友也可能牵手 但绝不可能失职相扣的 星婉清带着张凡刚刚迈出一步 便见到纳连山急忙凑了过来 横在星婉清的前面 满脸祈求地说 公主 您可不能走 您不能走啊 我们两个的关系您也看到了 如果不是这次的事情 我们两个会在今年年底结婚 星婉清一边说 一边把他和张凡失职相扣的手 放在纳连山的面前 此话一出 张凡当时有些懵 不过 他知道星婉清这么说一定是有原因的 所以他表情平静 并没有什么变化 这件事硬生生地把我们给拆散了 当然 小凡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他是不愿意放弃我的 他告诉我 将来找到祖地之后 他愿意在祖地里陪着我 但他的母亲身体不太好 他陪着我的话 他母亲怎么办 除此之外 还有许多跟陪着我相冲突的事 我不想因此而耽误他 我以性命相邀 他才答应了跟我分手 但他有一个要求 那便是把我送入祖地 彻底安全之后他再离开 送我入祖地的这段路 或许是我们这辈子 能够携手一起走的最后一段路了 我也希望他送我 你们连这点事都不能答应 让我怎么能心甘情愿地扛起这份责任 你们一点不顾及我的感受 我又为何要考虑你们的死活 你们的死活 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星婉清在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声音里面充斥了冷力 听到星婉清这话 在场80%的血族人都把头低下 他们推起吉人 站在星婉清的角度来考虑这事 是可以感同身受的 人家这么一个小小诉求都满足不了 人家凭什么扛起保护他们的责任呢 走 小三 星婉清再次抓住张凡的胳膊 又朝着公路的方向走了几步 不远处的金顺略嘴犹豫 眼神里面闪过一抹坚决 他快步到了星婉清和张凡身前 公主 张先生 我们错了 说着 又朝着张凡和星婉清 深深地鞠了一躬 是啊 我们错了 公主 张先生 我们错了 公主张先生 原谅我们呢 众人纷纷附和 朝着张凡和星婉清鞠躬 公主 从今天开始 我们不会再有劝力张先生的意思 张先生愿意在您身边待多久 就可以待多久 而我们只有一个请求 请您不要离开我们 不要抛下我们呢 请公主不要抛下我们 请公主不要抛下我们呢 百分之九十的血族人 都说出了这句话来 星婉清扫看了一眼众人 看着众人虔诚的目光 短暂地沉寂了一会儿 她微微叹息道 看在你们一片真心的份上 我就不走了 听到这话 众人脸上都浮现出了一抹喜色来 星婉清又表情冷利 眼神很辣地紧跟着 她又说了一句 不过你们如果不能说到做到 我不会再给你们第二次机会 公主放心 一定不会有第二次了 众人都是七嘴八舌的硬直 精顺站出来望向众人 这里气氛比较低 公主的衣服也都已经浸透了 咱们先搭帐篷 让公主换身衣服休息一会儿 找祖地的事以后再说吧 文言在场众人都是纷纷答应 便开始行动起来 他们在不远处的山脚下 搭了一个大概有十米 高度大概三米左右的帐篷 这帐篷金笔辉煌 看起来十分的奢华 里面有空调 还有一些小家电 跟住在酒店里面 也没什么区别 帐篷里面的电器设备 是有一个巨型的汽油发电机 给供给的 搭完帐篷以后 他们又开始着手 围绕这个巨型帐篷 开始搭建起了一个个的小帐篷 金顺把星婉青和张帆 请入那个金碧辉煌的 大帐篷里面以后 让两人先行休息 等金顺离开 张帆对星婉青 竖了一个大拇指 厉害啊 演戏嘛 都是跟你学的 星婉青嘻嘻一笑 听到这话 张帆先是一愣 然后苦笑了一声 的确啊 自己为了办这个案子 的确是演了不少的戏呢 哼 你快去卧室里面 洗个澡换身衣服吧 这帐篷里面 是分了客厅还有卧室的 星婉青点头 而后转身 快步去了卧室里 等星婉青离开 张帆把头探出帐篷 金顺急忙凑了过来 对张帆说 张先生 有什么需要吗 把那个小双压过来 刚才小双上车的时候 明显跟张帆表露出来 他从那莲山那里 获取了一些信息 那么张帆自然是要询问的 金顺痛快答应 五六分钟后 便把小双压到了张帆面前 好了 你们去忙吧 张帆对金顺 和两名压接小双的 学祖子弟说了一句 而后 便把小双带入帐篷里 如果回到帐篷以后 张帆并没有立刻开口询问 而是崔洞体的真气 用真气 为帐篷做了一个内衬 他这是在为 两人即将的谈话 做着准备 有了这层真气的内衬 他们的声音 便传不出这个帐篷 任凭对方听力再好 真气实力再强 也是没有用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